在VBA里面就ADO 那ADO的概念也差不多 反正一定是先连到它的资料库 再去连它的资料表 再连到它里面有哪些栏位 把它里面栏位抓出来 大概概念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拿像这个当范本 其他的部分都差不多 比如说我新增OK了 如果要查询的话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也许 我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其实接下来的话 直接把那个SQLite01 把它怎么样 Copy 贴上 假如我这边的话改成叫Cursor底线 查询的话是slate 所以我这边的话打一个slate slate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怎么改把它开起来 slate slate其实一样要连接这个db 一样要去建立一个cursor 一样要execute 不过其实我们不用建资料库 所以这一行这两行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部分新增资料表部分不需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这个语法就不是insert into 而是改成什么呢 改成slate 我想这个如果你有 大部分应该都会接触到的 slate的所有 from table02 那后面的话用 会有哪一个栏位 like 或者是等于什么 不过因为我没有查询条件 所以呢我就直接下一个简单语法 意思就是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查出来 ok 应该没问题啊 那查完之后一样是execute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execute部分的话 这个后面的committ跟close可以删掉 暂时删掉 那特别注意execute之后的话 他就会把最后查到的结果怎么样呢 帮你留到帮你放在这个苛舍物件里面 所以这个苛舍物件里面呢 他就会存放 其实他就是一个记忆体里面的一个 一个表 一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就记录什么 table01里面两个栏位 里面的资料就放在苛舍里面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诶 查到了哦 他也在记忆体里面 但问题我现在看不到 我怎么不可能把记忆体打开来看吧 所以我需要什么 把他里面的东西全部一笔一笔的抓下来 所以我可以跑个for回圈 for for什么呢 for每一笔的记录 所以我产生一个变数叫rote 这个rote 然后呢in 在哪里呢 在这个颗舍里面 你帮我把每一笔记录都帮我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的话呢 做什么 帮我列印print出来 我才知道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什么 print 读一笔 什么呢 把这个 因为他读进来的话 他会先读一笔 然后读到rote rote里面的话是一个list 因为不只一笔嘛 可能有两栏就 一个list里面放两个东西 如果三栏就放三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把它解析出来呢 我们可以 这边的话可以用rote rote里面的第一栏的话 那我们就找0嘛 有没有 逗点 串接好了 串接一个 也许中间帮我加一个逗点吧 然后再串接什么 串接第二栏 因为只有两栏 所以我就1跟2 这两栏 其中特别注意 记得那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资料形态 因为第一栏是自动帧号 所以它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呢 如果你print一定会出错 所以我把它转型 转型 OK 那后面这个呢 它是电话 电话不过我们是用test test就自串 所以理论上这样就写完了 查询哦 这样的好处是 以后如果你不想用那个SQLite browser 去开档 用这样就可以了 只是说 这样有没有成功 能不能正确的把资料读出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 执行一下 OK 看有没有错误讯息 理论上应该 不过真的 SQL语法最麻烦的地方 一次要做对 是不太容易的 看一下 不过 它已经全部list出来 所以一次做对不太容易 不过多做几次 应该就比较容易成功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语法 这个逻辑还蛮容易理解的 以后呢 如果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删除就delete 什么 有没有 如果你要update update就可以了 那个语法我想自己查一下 利用这个范本 反正新insert slate update 全部都ok了 也就是说以后你要控制那个资料铺 这四个就够了 说真的不用学太多 你学多了 说真的那些 说真的也不太用不太到 以前大概就是一个专案里面说 这四种从一直用来用去 大理上就够了 你说要用很复杂 也不见得用 派得上用场 ok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 当然还缺个东西 好像有列出来 不过上面栏位名称好像没有 所以最后其实如果比较完整 应该是在print它之前 可以再把那个什么的 栏位名称再加上去 也许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编号逗典 然后电话号码 然后逗典 然后电话 这样子 这个就因为它输出的话 它不会帮你把 那个它的 栏位名称 不过栏位名称也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出来比较像在什么 像这样子 编号 电话 然后再把资料 帮我list的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这边有一笔错误的 ok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一笔记录给delete掉的话 你可以下什么 在那个seql语法里面 你可以下delete from 然后拿一个table 去查到它的那个会有它的什么呢 它的应该是lumper 等于7 它就把这一笔记录给删掉了 ok 我想这个部分 请各位自己乱乱看 反正这些东西其实都相似 update也可以 你也可以 update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slate的部分 就把那个资料 再从table02里面把它查出来 ok 所以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删除跟修改 请各位自己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某一笔breaker 或者甚至用一个input的方式 比如input 我要删掉的编号是多少 删完之后呢 再自动帮我把那个什么 把结果再slate回来 所以其实一般insert跟delete或update 下方也许还可以再配合slate 再帮我查回来 这样的话其实感觉会更加的流畅 新增完马上看到结果 删除完马上看到结果 你才知道你删了哪些东西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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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